嗨,大家好,我是威士尼 這邊我要介紹 我在順發3C帶回來一個新玩具 是D-Link DWA-131 USB2.0的迷你無線網卡300M 我們現在在順發3C的網站上面 有針對這個D-Link的迷你無線網卡做相關的介紹 首先可以看到這個無線網卡的外型 個人覺得設計相當的簡約 採用的是墨黑色這樣一個色調 所以看起來的話我覺得是蠻有質感的 好,可以看到在網卡上面這邊有這個D-Link 它有一個LOGO 中間這個部分它有它的一個工作燈 所以說我們可以從這個工作燈 判斷目前網卡的一個資料傳輸的情況 好,可以看到下面這邊其實它有一個蓋子 所以蓋子打開之後會露出這個USB Type-A 這樣一個插銷的部分 好,可以看到這個網卡本身主要規格的話 它是USB2.0的 無線標準的話它是支援IEE802.11B 也可以支援到G,最大支援到N 好,可以看到資料傳輸速率 也就是依照我們上面所對照的 它這個B的話是傳輸大概是每秒11Mbps 那G的話是54Mbps 那N的話是300Mbps 所以它這個基本上可以支援到N 算是最高的規格 這個傳輸速率 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下面這邊有它廠商所提供的一些相關使用的情境圖 這裡的話可以讓大家好參考一下 上面這邊都有它一個詳細的介紹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一個使用情境 本身來講它搭配802.11N N300的無線設備 網速最高可以達到300M 這是它的一個理論值 那它這邊有建議它會搭配到 一樣是D-Link的哪一個型號的無線基地台 我來使用 好,那這邊的話就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這是USB2.0的無線網卡 OK 那這個一些相關的介紹的部分 好,那這個的話相信大家應該 看畫面應該就可以了解了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帶回來的東西 好,在桌面上也就是我們從順發3C 帶回來的這一台 D-Link的 Wirelist N300 Namo USB的無線網路卡 好,那我們因為它在那個封膜上面 我們先把封膜去掉 再來看一下包裝 那我們先拆掉 好,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包裝 正面的部分 然後它這邊 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它是N300 OK,所以它的理論上來講 它可以傳輸的速度大概是300MAPS 然後它有做那個Soft AP 可以建立自己的無線基地台 本身它也可以來做無線基地台的使用 然後有附這個上蓋 然後 輕巧的設計方便 攜帶不佔空間 OK,那這是它盒子正面的部分 然後側邊的話呢 這裡有它的一些最低硬體的需求 然後 看一下包裝內容 有光碟片 也有快速安裝的手冊 然後還有它機器的本體 好,我們看一下 那個側邊的部分 側邊的話呢 它的一些喔 一些介紹 後面啦 應該是後面 然後這是側邊 這才是側邊 好,那我們 直接把這個打開 我們看一下裡面的東西 有 呃 服務指南 然後簡易的那個說明書吧 這邊喔 有這些紙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光碟片 好,它的一個 Driver 然後還有這個喔 機器 那機器打開之後呢 它是跟你講說 請先安裝 它的軟體以後 就是它的Driver 裝完之後呢 再插入這一個 它的這個 USB的無線網卡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無線網卡的資料 OK 那它這個非常的小小 好,這是它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然後這個 有蓋子 所以打開以後就變這樣子 扣掉蓋子的話呢 基本上它就變得還蠻小的 好,然後這是 然後這是 它的這邊 側邊 有D-Link的Mark 然後這是它的裡面 的部分 好,那它這個算是300 300的這個 速度裡面算是做的還蠻小巧的一個 五線網卡 好,那因為太小了 而且它是黑色 所以不太好對焦 不過大概 應該是可以 看得到 大概是這樣子 他們放在盒子上面 OK 好,所以是這個 這樣一個東西 好,那我們 我們 接下來齁 再來介紹 它的一個相關的 簡易的安裝操作 然後 還有它的大概 資料傳輸的速度 那我們這邊 就先介紹到這裡 好,我們接下來來 直接使用 安裝這個 無線網卡 那我們從包裝裡面 把相關的東西 先拿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齁 有這張無線網卡 然後還有光碟片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來把 先把光碟片裝上去 因為它要先 安裝光碟片的軟體 之後才能夠 插入無線網卡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呢 就先 安裝 好,我們看一下電腦的畫面 好,我們可以看到 在 我的電腦 它的光碟機這邊呢 有這一個 D-Link的這個 DWA131 這個圖示 點進去之後 它有個Auto Run 那我們先點取Auto Run 讓它直接執行 那我這邊的環境 是Windows 10 的環境 那我們直接按Install 這個 那這個按 條約 看完之後 直接按 這個 同意 好 那接下來會出現這個 是否准許APP 變改你的裝置 按 4 這時候應該會 跑出它的那個 安裝 這是它的安裝的那個 那這個的話是 是不是要用它的這個 Wi-Fi的APP 那我這裡先 它還有Soft AP 是不是要安裝 就是說讓 這一台 這個D-Link的 無線網卡 可以成為 你的基地台的部分 那我們這裡的話呢 先 一樣勾取 先不要勾取 好了 那我們直接按那個 安裝 好那最後完成之後呢 按下這一個 那個完成 好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那個 取用程式 跟相關軟體 應該已經裝好了 裝好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把我們的這個 然後我們這邊 把那個 無線網卡 插到我們這個USB上面去 好我們看一下 好因為我們線不夠長 所以我們直接用USB的延長線 延長出來 然後直接來插這個 網卡 好插上去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好這時候畫面上面 已經有這個 網卡 可以選擇了 可以選擇了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 網路連線 好網路連線這邊多了一個Wi-Fi 2 這個選項 那我們直接齁 就直接選這一個 那我們先停掉原本的Wi-Fi 先停用 好那我先來連線 那我先找一台齁 我們家的機器齁 它應該它是只有直接連2.4G的 所以我直接連2.4G 然後直接連線 好那我輸入一下密碼 好速度完成之後呢 這時候我們已經有連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這一台機器 好 目前狀態是144.4G 那它應該還沒有到300Mbps 那這一個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齁 好目前都是144.4G 好那這個速度應該不會 感覺應該不會太快 那我們來 操作齁 來存取一下我家的NAS的這個 檔案齁 那看這一顆無線網卡齁 大概可以存取的速度大概是如何 好我們現在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在第一槽 有準備一個MP4的檔案 那這是一個影片檔齁 那我們選擇這個400多 470幾Mbps的這個MP4檔 那我們先複製 就是我們烤到我們的NAS上面去 好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速度大概怎麼樣 OK好大概是8 8點多 每秒大概7到8的Mbps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網路連線目前齁 的連線速度 大概是一樣是1440 OK它被弄到下面去了 等一下喔 平均來講大概是8到 剛才有到8啦 那現在 慢慢的降下來了 因為2.4G它的干擾比較多 好它現在已經降到大概3到4左右了齁 所以它這個速度來講的話呢齁 其實有稍微慢一點 好到剛才有到9 可以看到有到9 好然後現在我們把它 剛還是 烤到NAS嗎 那我們現在把它烤回來齁 那我們複製 直接剪下好了 那我們把原來的先刪掉 好我們貼上 好來看一下 好貼回來大概有11多啦 11多這個平均大概看起來大概就是 100Mbps左右的速度齁 所以大概就是144目前它跑到這一個 OK所以它這一張 其實我之前有測試啦齁 在錄製之前我就有測 大部分我不管連哪一台齁 大概只要是連到300的齁 基本上都是144.4 那我不知道 除非有連那個D-Link的本身的看看 OK就是存300的 那個就不知道 不然理論上這應該只要跑300才對 那它跑144.4 所以大概跑出來速度大概就是 這樣畫面這個速度差不多 好那這個就順利傳完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OK 那是可以正常的播放這個影片的 好那這就是我們 針對這張網卡呢做簡單的測試 好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那 那關於這一張 D-Link的 這個 N300的這個無線網卡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是威斯利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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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